姚明为NBA打开中国市场所做的一切无用之一,以特殊贡献想进入NBA名人堂,很容易让很多后来者,觉得姚明的真实实力,只是just a so-so。 那么美球迷是如何评价姚明的?一位美球迷表示,这位身高七尺半的火箭球员,中国剧人绝对是球迷记忆力,最容易被忽视的喘息之一,如果你现场看过火箭和姚明的比赛,就会感受到姚明的统治力,防守者可以说无时无刻都在用暴力,阻止姚明进入地位,甚至有可能是二到三位防守者在这么干。 邱尼表示,在很多人眼里,姚明只是一个身高出众的一般球星而已,但却不是了他传承于奥拉珠王的梦幻脚步。 在那个时代的NBA的四大中锋里,奥尼尔、姚明、霍华德、伯古特姚明是他们之中,脚步和地位技术最好的球员,尽管和胡人传奇球星奥尼尔相比,姚明的力量不占上风,但拥有他柔和的手感。 能命中17英尺埃的中距离,长期单约火箭对技术发挥主打者,这是NBA所有中锋都不可比拟的。 健康的姚明可以说是NBA里的内线进攻万花筒之一。 甚至游美球迷表示,如果姚明和麦迪保持健康,加上巴蒂尔这个优秀的侧翼3D和艾泰这位巅峰上赛的超级三号位,甚至比战姆斯率领的热火三巨头还要强悍。 姚迈组合有可能成为NBA前世和NBA前20的球员,它是球迷心目中最可惜的如果组合。 如果他们保持健康,由此可见姚明在美球迷心中的影响力,姚明的伤并不是因为奥登师的随机性,而是因为过度频繁的使用。 从法盖迪到国家队,如果姚明不那么拼命,中国篮球的未来可能会完全不一样。